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如何管理创意呢 如何将各种奇思妙想变为稳定靠谱的产品呢 数据 依靠数据 Plants vs Zombies 2 植物带人僵尸2 最早的游戏版本中加入了三个妙去恒生的手势系统 其中包含着三种妙去恒生的手势 剪刀手 浮空指和电击指 玩家可以选择三种手势 触发三种妙去恒生的攻击方式 袭击僵尸 在公司内部测试和小范围的玩家测试中 这个创意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每一个人都喜欢这个创意 但在游戏上线不久 在更新的游戏版本中 这个功能被移除了 为什么? why? 数据 数据说话 通过后台运营数据发现 这个功能在iPad和iPhone的用户中使用率很高 但是在低端的Android手机当中 复用率非常的低 玩家用了一次以后就不再实用 经过我们开发团队对于用户log的分析 发现结果其实很简单 用户使用的Android手机 由于屏幕尺寸以及屏幕反映时间的原因 我们那些美好的创意 无论是剪刀手 浮空纸 或者是闪电 最后都变成了不靠谱的六脉神剑 当然用户也就不会喜欢 不会实用 所以创意不是自我满足 也不是自我陶醉 要经过市场的验证 更要经得起数据的推敲 游戏有道理 我是Leo 我是游戏行业的老兵 我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